接下來我們問一點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上表 就這個表 這個表 你們講印上有 請問你10度的時候硝酸甲跟鹽巴溶解度大 40度的時候誰大 40度誰大 你看表就知道了 你看表就知道了 停車占接問 10度的時候誰大 10度誰大 40度誰大 看表就小慧了 來 帥哥9號 帥哥9號 9號 9號 誰大 10度的時候誰大 10度的時候時間大 40度的時候呢 小慧小大請坐 10度的時候鹽巴大 看表就知道了 10度的時候鹽巴35啊 11元22啊 40度的時候呢 小慧假大 看表就知道了 40度的時候小慧假63.9啊 鹽巴36.3啊 OK 看表就會了小事 來 下一個問題比較重要 如何增加固體的溶解速率 喂 問的是融的快慢喔 不是問融的多喔 是融的比較快喔 用你的生活經驗就知道了 一大塊的糖 冰糖很大一塊 很難融 你怎麼辦 你怎麼要跟他融的快一點 那個叫融的快 後面是問融的多 融的比較多 這兩個不一樣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融的快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融的快 融的快一點 來 平車戰界問 什麼方法可以讓他融的快一點 我們找一位 大帥哥 35 35 來 融的 融的快有什麼方法 攪拌 再講一個 加熱請坐 怎麼樣可以融的快 攪拌 攪拌 加熱 還有呢 打碎 加水 太大塊 弄碎 有沒有 生活經驗都有啊 太大塊弄碎 融的比較快喔 對不對 喇喇也會比較快嘛 對不對 熱一點會 比較快嘛 OK 這個叫我融的快 欸 他有問題 融的多 本來一百公克的水 只能融二十克 我希望一百公克變成會融三十克 融的多 怎麼辦法可以融的多 一般的固體 一般的固體 要怎麼樣才會融的多 一般的固體要怎麼樣才會融的多 停車 一般的固體要怎樣才會融的多 No.30 拉力可以融的快 敲碎可以融的快 加熱可以融的快 那如果要融的多 本來融二十克變成多三十克 怎麼會融的多 一般的固體 加什麼 加水 加水 或怎樣 請坐 你說的加水 你說的加水 是學者考過的一題 而且以前沒人這樣考過 學者考過之後就喜歡這樣考 什麼意思啊 他就問你啊 我現在一百克的水 裡面有二十克 然後呢就加水 就拉拉力 他問你什麼變化 變化 因為水多 融工作多嘛 因為水多 融工作多嘛 融解量變多 可是比例有變嗎 沒有 飽和融力有變嗎 沒有啊 水能量會不會增加 不會 所以那一題 本來有沉澱 打來之後還有沉澱 答案一 融解量變多 加水以後 融解量變多 可是濃度沒有變 濃度沒有變 以前很少人考那個融解量變多的 可是學者考完之後大家喜歡考的 大家喜歡問的 所以你的答案呢 對一半錯一半 加水沒有用 加水不會只它融得多 比例還是怎樣 一樣 雖然多融一點 可是比例還是一樣 所以這什麼方法還可以 加熱 提高溫度 加熱 可以使它融得比較多一點 加熱更多一點 這兩件事情分清楚 一個是融得快 一個是融得多 剛才講過 固體溫度要高 壓力要小 融解量會比較大 所以請你能夠理解 就是我們的動腦時間03跟04 OK